好 不过不到海边呢 如果假日想要做什么 也许在室内活动比较适当一点 在台北花博针宴馆展出 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吸引了很多人前往参观 而且罕见基金会 一百多位病友 也特地来看看 结合中华文化 还有科技的艺术解经 感谢赞助单位的帮忙 罕见疾病基金会 一百多位病友 终于有机会走出户外 也来欣赏会动的清明上河图 东方西方 东方的灶潮 技术的是比西方还要先进 仔细听着导览老师的解说 北宋画家张泽端笔下 描绘汴京市井生活的清明上河图 现在放大两百五十倍 里头的人物活灵活现动了起来 让大家感觉超新奇 那么可以从这个动画里面呢 可以看得出来 就像一部电影一样 让他们了解一下 当时那个一千多年以前 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过怎么样的时候 希望他们能够 带着病友跟病友家属呢 都能够来参加 难得有机会看到这结合中华文化 与科技的艺术结晶 也让病友们享受了 难得的艺术饗宴 中天新闻台北中华报导 好 好 好